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品观点 北北说故事 经过了非常非常周密的国家安全会议 蔡英文总统终于宣布了 她对于这4500亿要怎么用 她讲了非常非常的四平八稳 她说首先这4500亿 中间有700亿 我要给地方政府去补助 因为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可能不足 所以中央政府要把700亿拿去 补给地方政府 拍拍手很棒 对不对 中央有钱来加回地方政府 好事 那还有3800亿呢 对啊 还有3800亿要干什么 还有3800亿 我们要做来补足 健保 劳保 还有什么 中油 台电 她长期亏损啊 我还忘了一点 均保也亏钱 不然为什么要砍我年金改革啊 对不对 当时均保不是说钱不够 所以砍了年金改革 让我们一个月失学很多 那既然国家税收超增 就没有破产的问题啊 那为什么还要去补老保 健保 台电 还有这个中油 那中油 这个月 听说年终奖金也发很多 中油每年发年终奖金 都发的保保的 你还补助他干什么 老百姓 不是乞丐 全国人民 不是跟政府乞讨 而是这些税金 本来就是人民的 因为你超增 多增了 还税于民 是政府应该做的事 而不是人民乞讨的事 你现在搞得好像人民在乞讨 所以大家很多人说 那么到底会不会发红包 我的判断会发 我的判断会发 但是绝对不会发到一人一万 因为经过了几个步骤 几个这个布局 做了调整七大政策 全部用完之后 能够分在人民身上的 一个人能够分到3000块钱 我觉得大家要很开心了 可是呢 这个期待与落空 体谅跟愤恨 这是两个极端的 要人民体谅政府 我为什么要体谅你 税收是我缴 税收是我口袋钱拿出来的 现在多收的你都推给我 然后你还要我体谅你 从当兵 从兵役延长就要体谅政府 现在税收不退税再体谅政府 政府的国一事业经营不散 要用我们的税金去贴 还要体谅政府 人民的体谅已经很多了 人民的耐性已经快要用完了 不过话虽如此 还是祝大家新的一年 新春愉快 事实如意 凡事都能顺心 则是民主国家 我们走民主的制度 大家一起来期盼 未来会更好 那么品观点 北北说故事 今天就到这边了 我们下个礼拜一再见 别忘了订阅平安点 打开小铃铛 很多故事到你手中 拜拜